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4月21日 星期五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城中的熱話 今天其中一則熱話莫過於有個內地人在港鐵用小銅車票斷正被人捉要罰錢 他竟然拒絕交罰款和逃走到大陸再求助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邊也說說本地消息 據報最新有人扮演外賣員混毒 說做這個毒品外賣 情況如何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內地人在港鐵用小銅車票被斷正 要罰五百元 拒絕付錢 還要回到大陸 逃走到大陸再求助 報導的內容提到 內地網民在支付之上以香港地鐵罰款500港元 我拒絕不給錢 後續我要做些甚麼為題 發表長文章 表示日前 自己前往香港 回程的時間 在羅湖入境 但在出港鐵羅湖站 被港鐵職員拉著查詢微信二維碼 並指他用了特惠車票 即是小銅飛 需要罰款 要付五百元 當下他感到不明白 後來才想起原來在二月下旬的時間 曾經帶同一位五歲的女兒來香港玩 當時就因為不知道兒童都要收地鐵的車費 但他只帶一張八達通 港鐵職員就教他可以用微信二維碼來付車錢 因為孩子比較新奇的緣故 小銅一定要用二維碼付錢入閘 也因為八達通是成人八達通 所以把手機微信港鐵二維碼設定了做小銅飛 女兒使用二維碼 他就用八達通付錢 誰知道這次他一個人來到香港買東西 在港鐵入閘的時間 直接用了二維碼 即是那張特惠票 在回程出閘的時間 直接被工作人員截停 直指是那個事主的責任 並要求罰五百元港元 事主就說他表明拒絕交罰款 港鐵就派了兩個人嚴厲 對呀 勾斥他 還威脅他 如果不交錢就要起訴他 他更加直言 就說我入閘 拆卡的時間 你們的機器設置或人員都不提醒我這張是特惠票 現在反程的時間 專門在出口 等來捉我要罰錢 我請求補上地鐵的差價又不允許 難道港鐵是靠這件事來創造收入的嗎 最終雙方僵持半小時後 事主求助港鐵站內的香港警察 不過他就聽不懂粵語 但大概的意思是幫事主求情 爭取給他補充價就放他走 但事主就直指地鐵工作人員很傻慢 說了說不行 最終港鐵職員填寫了資料調查報告和違反香港鐵路附例而檢控通知書 才讓他走 不過就表明讓他等待法院的傳票再出庭應訊 在經歷以上的遭遇過後 那名的內地網民回到大陸過後 就在網上發鐵文求救 詢問各位我現在應該怎樣做才好 寫信給港鐵申訴嗎 還是怎樣處理會比較不影響我以後去香港 或者逃經香港出境嗎 這樣 鐵文引來這個中港網民的熱烈討論 更加被轉載去到其他社交媒體上討論 評論幾乎一面倒 狠狠批評這個事主不負責任 內地網民留言表示 請問你在大陸遇到同樣的情況 你會不會有面子上來支付 去問同樣的問題嗎 這樣 亦都有人說 你用的不叫特惠飛 那些叫小銅車飛 另外亦都有人說 用小銅飛入閘的時間 其實閘機會顯示黃色燈 因此事主應該有足夠時間自己前往客務中心保票 不應該退卸責任 網民表明事件無論怎樣看 都是事主自己違規 同時勸他 麻煩你說法去交罰款 不要丟我們大陸人的面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亦都是一則網絡的熱話 據報這個人上網問過後 以為可以圍勞取暖 結果中港兩地的網民都拋棄他 據報這個人拿了小銅的二維碼入閘 就說一時忘記了 原本是旅遊的 到他入閘的時候 竟然忘記了 就轉回成人的二維碼 但在說車費都有分別 另外就罵港鐵轉頭 就是那些人竟然在出口等他 捉住他的時間要罰錢 這個方法是不是港鐵創造收入的做法 結果很多網民都炮軍 其實這一類就是在香港犯了一些事要罰錢 於是你逃回到大陸 若然你以後不來香港 都是奈利不何的 不過這個事主又怕 就說怕自己日後經過香港的時間 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 不過在說 若然香港的法院 即是向他發出傳票的話 他逃經香港的確會出現問題 另外轉看另一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在香港有人扮外賣員 開電單車派貨 中年情侶涉嫌販毒被捕 警方檢獲近千萬元的毒品 報導的內容提到 一對中年情侶在油麻地 租用兩個單位做毒品倉庫 其中男人穿著外賣員制服 並將毒品放在外賣袋之內 辦成外賣員染人耳目的 駕駛電單車四出派貨 警方在日前4月20日突擊搜查 在單位內 和電單車之上 一共檢獲價值約939萬元的毒品 包括可卡因、大麻、K仔和冰毒 當場拘捕涉案的男女 據報被捕的男女分別是49和48歲的 報稱無業和侍應是情侶的關係 他們涉嫌泛運危險藥物被捕 其中男子有黑社會背景 他駕駛電單車是塞車和 掛上另一部車的車牌 他同時涉嫌車輪盜涉和行駛虛解文書被捕 以上來自HK01報道 有人扮外賣員 駕駛電單車派貨 這樣也可以 結果拘捕了人 一對情侶 中年情侶 檢獲的毒品也蠻誇張 近一千萬元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HK01報道 天水為33歲的男子倒閉於家裡 家人報警求助 報道結論文提到 在今天4月21日上午10時33歲姓余的男子 在天水為天仲苑一個單位房間暈倒了 他的家人發現已經立即報警求助 人員接報到場證實男子已告身亡 不過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以上來自HK01報道 怨死者安息 據報33歲年紀很輕 為何突然間會在家裡倒閉 所以仍然未知 還要有待驗屍後確定死因 另外亦提及港島大庭電那件事 港燈據報不僅不用被罰錢 還有獎金 真是趨障 據報相關當局有最新回應 根據星島日報報道 謝梓環說對港燈表現不滿意和 檢討兩電的想罰機制 報導內文提到 港燈昨晚十點見傳媒 只維修期間把電纜搏錯一條未使用 亦不再記錄的後備電纜 導致短路 今天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樊 表示對港燈今次停電的表現不滿意 認為需要就兩電想罰機制進行檢討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據報港燈大庭電這件事竟然有錢分 因為它在一定的時限之內能夠恢復供電 反而有獎金 但其實這件事是人為的 現在局長出聲說要檢討相關機制 也說到其實真的有幾百萬的獎金 港燈又夠不夠膽拿呢 還是拿出來派給市民呢 並且不只是這一筆 你要賠償和補償當時受到停電影響的市民才行 另外也說說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寵物店兔子沒有水喝 港女好心提醒 不過遭到店員無理反駁 店方是有回應的 報導的內文提到 照顧動物必須有愛心及責任感 否則隨時危害生命 有港女日前行經旺角一間寵物店 發現放在玻璃箱自養 用於出售的兔子未獲提供飲用水 在炎熱的天氣下 似乎表現不舒服 市主好心提醒店員 玻璃箱裡的水瓶沒有水 想不到對方竟然無理反駁 就說沒有水喝很正常遮掩 令到她大感不滿 質疑店方未有妥善照顧動物 網民看過貼文後也關注事件 紛紛留言要求攝氏的寵物店跟進 店方其後回覆指正在了解事件 並已即時提示實體店的職員 注意相關問題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